大家好 我是悠悠 现在是上午的六点钟 马上让鸽子出去飞一下 好久没让他们飞了 为什么不让他们飞呢 因为鸽舍里面总鸽太多了 之前有放丢过三只总鸽 我这种想法就是宁愿不飞 不愿意再放丢总鸽了 因为放的让我心疼了 你说近的能回去 远的那个三五百公里还好 七八百公里千八公里过来的鸽子 你让它怎么回去 回去了还好 不回去心里面难过呢 看这一只 这一只鸽子就是总鸽 还有这下面的这一只 都是成绩很好的 再说了这鸽子真的是来之不易 这边的这一只和上面的一只 还有这一只 这边的一只都是总鸽 要是如果放丢了真的特别的伤心啊 现在我们让他们飞一下 后期的话打算用我朋友的物流车 给他带出去 四面八方的在这周边两三百公里放一下 四面八方的放 因为啥我没时间打比赛 孩子现在上初中了 每天要在那里等他放绝啊 玩自习啊 根本没时间 甚至马上鸽子 鸽舍打理都是一个问号 所以说很忙了 现在我们放鸽子 放鸽子的时候还不能录视频 如果录视频我没有鸽子 他走我跟前过去 有的我要给他阻挡下来 吃总鸽的话 总鸽胆子大了 有的要出去飞 如果要是阻挡不下来 飞出去就没有了 能出去的都已经出去了 还有这些有几个不敢出去 就是我的手在那里 把这个婆罗们掀起来 胆子很小不敢出去 就让他们在鸽舍里面 还是没有习惯 那些刚出去的鸽子 你看飞得多开心 刚开始飞有点乱 哇外面下雨呢 下的小雨 这种天气好 多飞会儿 有的朋友还是很喜欢看这个 驯放视频的 后期的话 就这些鸽子都会拿出去 驯放的 包括四面八方 让我那些朋友拿过去驯放 他们也都会拍视频录下来 然后传给我的 飞的不是特别的整齐 现在就是天气凉快了 他们能飞的时间长 但后期的话 我们会淘汰一部分鸽子 现在家里面能飞的有20只左右吧 比如说它怎么样一种淘汰方法呢 就是 恶劣天气 把太阳鸟那一部分给淘汰掉 因为啥呢 这些鸽子只要能飞恶劣天气 基本上都能飞晴天了 今天这个阴天下小雨 飞的还蛮好的 真的 没有想落的迹象 也是刚开始飞吧 特别的欢式 下大的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